新增影片云林县包中箱移动停业的铁皮屋厂房中堆了塑胶粒 新日傍晚突然起火燃烧 云林县消防局获报后 出动三个消防分队五辆消防水箱车 十余名警消前来灌旧 又于塑胶粒多达200吨 消防员为了扑灭底部火源 紧急协调厂方调派挖土机挖开塑胶粒原料 但现场水源不足 警消又向附近农田借水井抽水灌旧 花了两个多小时才扑灭火势 索性无人伤亡 起火原因有待调查 包中消防分队厂李秋莹表示 起火燃烧是台十九县与中正路口一间工厂内堆滞的塑胶料 燃烧面积约30平方公尺 现场无人伤亡 起火原因需由火厂调查人员进一步见识厘清 李正远 云林报道出版时间21点16分 更新时间21点52分 铁皮屋厂房中堆置塑胶粒突然起火燃烧 消防员记录抢救 李正远社一时无法将底部火源扑灭 派挖土机将为延烧的塑胶粒原料移开 李正远社铁皮屋厂房中堆置塑胶粒突然起火燃烧 消防员记录抢救 李正远社现场水源不足 紧急向附近农田借水井抽水灌旧 李正远社抢当好评友宜会员快注册免收费 不注册会后悔 快点我注册 HTTPS冒号双斜杠TW.ADAI.LY斜杠ML924UPCSU 关键字工厂塑胶粒 火警下载苹果新闻网APP 有话要说投稿及时论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